所以你看我那天看见一个评论 总有人这个忧归忧民嘛 人家就是说这个 像脱口秀大会啊 吐槽大会 现在这么火之后 确实好像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脱口秀是不是在中国 真的繁荣了 然后他说呢 实际上现在也只有周期末 忽兰这么一些人 票价能够卖到个几百上千 是吗 感觉这俩名是现编的 你我俩坐这 赶紧替换成这样 绝对有你俩 但是还有几个别的 就是说 那不重要 就是他们能到这个 但是他说 但是你这么绝大多数脱口秀的 民间的这个演员 他们根本 单靠这个是维持不了生活的 他说的这个符合事实吗 其实现在演员的生活 比以前好很多 单靠讲脱口秀 对 能谋生 能谋生的 现在挺多演员是可以谋生的 比如尤其是在江浙户这一带 演出非常多 然后这个 现在各地的俱乐部 他运营的非常的专业 就跟之前那种草莽时代 就完全不一样了 之前演出就是 哎呀 接上去拉人可能 对 演员你要自己带 带朋友啥的 就是组织者也没有那么的 就是重视你 但现在各地俱乐部呢 因为这个市场好 市场好了 所以他就是对演员很好 比如现在有的俱乐部 你去后台 零食 水果 全给你准备上 然后包括有的地方演出 你去演出 不是什么出镜演员 有名的演员 高铁一等座 给你安排上 短途 长途的就不知道 不是飞机 那倒不至于 短途一等座给你安排上 去了以后 然后下车就专车 给你接到酒店 然后演出的时候 有车来接你 这都是我听说的 就是俱乐部的那个老板跟我说 就他现在这个俱乐部 能做到什么程度 普通的 就是普通的俱乐部 普通的演员 这种演员是没有上过节目的 就是在线下演的比较好的 市场非常 怎么说 已经到市场经济的这一步了 就是你不给 有人给 那我就去那边演吧 那是那个老板给我那个 我看那个李淡说 他统计是现在能卖票的 是全国是485人 还是486人 但是我看这个周老板 就是刚才他的表述 也说明还没有脱离朴实 是吧 你看人家有车来接你 演完了有车送你 这个就是 很高贵的待遇了 非常开心 我得生了 你想这是行业的特殊情况 不是所有演员都能享受到 原来你说什么 你是什么骑着小黄车 就骑着小黄车 然后那个周老板之前演完专场 我俩还为了感受一下 这些生活 他骑着他的那个电动车 他驮着我 之前赶场就是那样 骑着电动车 因为方便嘛 走街串巷的 我那个时候一晚上 就是几块钱 骑着小黄车 换来换去的 然后也方便 就到处赶 而且甚至我们说的 那个叫开放卖 那个是没有钱的 一天晚上要赶三四场 就真的就是你自己倒贴 反正几块钱吧 一天晚上骑那个小黄车 然后讲 讲完了还开心 开心吗 开心 就兴奋 甚至是会兴奋的睡不着觉 就今天如果你讲好了 哎呀 那个后劲可大了 你看看他们这个场景都能拍戏 两个年轻人骑这个电动车 到那儿到找六块钱 是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有瘾是吗 在台上 按说周老板 我听说你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所以一说就是 小时候也是孤苦伶仃 没有孤苦伶仃 父母上学 就是说 不是他小学 这个中学啊 他都不是在一个学校上完的 所以呢他就老是 我觉得很多孩子像现在有些 哪怕是送去加拿大上学的那种 他往往就是说 比如说要租房子 住在人家别人家里的那种 我发现很多孩子 他都有这种慢慢性格啊 就变得比较收着 你觉得你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可能是有关系 反正我性格到现在也是收着 我讲完脱口秀以后 从事这个行业以后 其实好一些了 比之前好 甚至好挺多 所以脱口秀真的是某种程度上 治愈了你 他就是让我找到了一种安全感 就是边界感 我之前可能 比如很内向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说的话 边界在哪 我跟人的互动 我在多大程度上 能引起对方的反感 情绪上的高兴啊 不高兴啊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很羡慕那些 特别洒脱的人 我就想 你这么说话 别人不会不开心吗 你怎么这么 你不怕得罪人吗 你会这样 但是如果你在 你讲了脱口秀以后 你在台上 你会找到那种安全感 边界感 我把话说到什么程度 是OK的 这个大家会笑 同时又不会感到生气 那时间长了呢 你对 慢慢对这个话语 对于所谓的冒犯 你会有一点自己的吃 有一种预估 有点像蝙蝠那个超声波 我知道到那是撞墙 回来的 还是到这就不行了 对 就您有一个记忆 我记得 就是看他那个跟人访谈 他说小时候跟亲戚 去别人家里的时候 人家给什么吃的 比如这个 这个 这个 叔叔阿姨给了 该不该吃呢 是姑姑是吧 对我姑姑 姑姑会捏下他手 比如 哎 这是不能吃的啊 这个 那个说 嗯 那个拿一块吧 就是他会先等一个 输入一个指令 所以有点之后 然后就接手 一样就伸到这儿了 然后不行 哦 你能到这儿 再说 姑姑想吃 然后姑娘 来 打包 就拿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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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真是 所以知道成年之后 慢慢自己判断这一切 这是一个补课的过程 而且他讲出了一个 我觉得很有普遍性的问题 当然这能不能归咎于 说独生子女 我不知道啊 但是你像我身边 也有一些年轻人啊 他的那个意思就是 他确实感觉到社交上面呢 他不敢不大敢出门 不叫社交恐惧 而是他闹不清这个分寸 就是他跟人交往 跟什么人 同事也好 或者年龄大的年龄 他怕冒犯人家 或者他也不知道 你们这个圈里 什么交集规则 于是他最后的选择 就是归缩了 就是那我干脆少 少少 你看 但是你的问题呢 是在舞台上解决了 对 你找到了这个 然后又用于自己的生活中 所以这个真是 脱口秀改变人生 所以你现在也不应该要钱呢 改到这儿来了 改变太大了 来这儿也没关你要钱 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觉得这个在舞台上 跟在生活中有点区别 可能生活中 比如我冒犯你会什么东西 就像手过去一样 我觉得这个舞台上 感觉像触须 昆虫那个触须一样的 就也能伸很长 但是呢 又不会真的触碰到你 就一下就收回了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有的时候 看听众的 参测器 就是你比如说 其实有的时候 你在公司里面 不敢跟同事 不敢跟老板开玩笑 是因为这个特定的人 他接受不了玩笑 或者说我不确定 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玩笑 而且明天你还会见到他 不要观众 明天就不一定见到 是啊 那我与其开一个糟糕的玩笑 我还算了 那我就缩缩缩 我就缩就好了 所以说他爱看我们 他觉得说你们在一起 对吧 还有同事关系 还有上下级关系 你们还能说这种话 然后他也不觉得感到 冒犯或者说生气 他同事知道 你说的是一个玩笑 甚至会接你这个话啥 再回对回来 他觉得这个事情看得开心 但其实是一种 在一些职场里面 得不到的一些寄托 其实是 你们现在感觉 就是说 有些人说 不是我说 我接触的年轻人 我发现都挺扛造的 对吧 就是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说话 实际就是听的人很玻璃心 就一不留神 就容易让他不高兴 你们有这个感觉吗 嗯 我有一点这种感觉 感觉 但也我不知道 是不是年轻人 反正就是整个的观众 观众感觉 我们现在讲的东西 在合规合法的情况下 你也要考虑 受众的感受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 比如15年 刚开始讲的时候 那真是 胡讲乱讲 就是 就是怎么讲都行 那观众呢 那顶多他就是不笑嘛 但现在呢 你确实会考虑 有一些什么东西会很 让观众听得很不适 就是比如说网上 如果有些人 听了你们的段子 觉得不舒服了 会对你们构成实质性打击吗 其实在脱口秀 观众的这个范围里面 其实都还好 他知道你是个玩笑 没问题 就比如说 我说这个前段时间 我在那个体育场里面 说这个足球啥的 其实你也是 本着爱的这个心态去说的 这个实话说的是这样 然后说完之后 没问题 播出来之后 脱口秀的观众 其实看了都很开心 但一旦什么上热搜了 就是什么 普通网友 普通网友看见了 你谁呀 你爱足球吗 你懂足球吧 你就开始说我 但实话实说 他们这些 我也不计较 就是我也不管 不是我的手 因为他们根本 不管你的上下文 他中间的第三句得罪他 但你这是脱口秀的观众 在那陪你两小时 他就知道怎么来那句 他记得整个过程 所以冒犯 其实都是在于 不知道语境 他甚至都是 不是那个上下文 他又看一条热搜 看这么一句话 他就开始摘出来 就开始骂你了 那我还能照顾掉那么多吗 对啊 那我还公不公作了 我讲不讲了 这个现在我觉得 他是专业生气的人 对啊 对 真的 他干啥都生气了 但是就是问题在于 谁都是能够在互联网上 平等地发出声音 对吧 但你有发声的权利 我有不生气的权利吗 对吧 你之前我不生气 那总归可以了 我也不跟你对骂 我就这样呗 所以你看 但是有一些网友 你的不生气 对他是非常大的 二度伤害 是 你得罪我骂 你装没听见 对 所以你看 像我这个 我就得多听脱口秀 治疗我的胆小怕事 我就现在真觉得 现在互联网的环境 越来越复杂 我会觉得就是 就我跟他们讲 咱也不是说 怎么说呢 站着说话 不要疼 我是真的讲真心话 我现在就觉得 哎 这个 节目啊 能够生存 有这个 喜临门赞助 是吧 就 就是 咱就可以了 就是 因为什么呢 在火 真的说实在的 你说你 你告我明天流量 又大了 我就会 恐慌 就因为 这就是 我怕 我怕 你就会来什么 不好的事情 但是在互联网上演出 就是你们所谓的线上演出 它意味着 一切人 对 对吧 不其而欲的观众 是特别可怕的 对 那么一切人 就意味着 那人 什么 那你 你敢说 你即便你现在 已经懂得了界限 你敢说 你不会有人听了 特别不高兴吗 因为这个界限 不是你把握 是听者把握 就所有脱口秀的人 我发现 研究的一个 重要的课题 就是冒犯 你对这个问题 现在有什么心得了 心得就是 冒犯别人 如果别人骂你 就冒犯 就是别人会骂你 就是我的心得 我思考的冒犯是这样 其实它脱口秀是一个 非常 它理论上 或者一个比较理想的境界 是这个人在输出 偏见 就是这个道理 它是不正确 它绝对 双眼号的偏见 它不是那个 四平八稳的那种 普世的价值观 就是一切都是正确的 它不会说特别正确的事情 所以我理解的冒犯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在台上说了 挑战你价值观的事情 你觉得这个人混蛋 他就感到一种冒犯 你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 其实这个 我不是为了冒犯你 而去冒犯你 就是我们知道说 刚才这个周老板说 说你可能一些 跟他想的不一样 跟他价值观不一样 他可能会产生冲突 甚至是产生笑点 但我从来 实话说 我就从来没有说 为了好笑 而自己曲解我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我 我说这个好笑 但是我讲一个 这个又冒犯的 然后我 但我又不认同 然后这个 歪曲扭巴价值观 但我不会这样 但我说我认为对的事情 不好意思 冒犯到你了 那我就只能这样 我下次还会说 我认为对的事情 但而且我觉得 创作者 甚至也是应该走到 大众前面的 就我永远都说 你爱听的 我觉得这事 也做不了几年 就完蛋了 你们有价值观吗 有 我一定说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我自我方位 这个是这个爆发 这个是这个爆发 我受不了了 我走 录到这儿吧 快点 我要上网骂你了 我这个 你讲好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你们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说呢 我以为啊 其实我是 我觉得我是那种脱口秀最好的观众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认为你们任何一句话有什么真格的 所以我才问你 我说你们有价值观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有趣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们还真有想憋着点 不是憋着坏啊 就是想表达点什么吗 因为比如说像我觉得看脱口秀 是吧 我觉得就跟看相声似的 您叫什么劲呢 就是他有他哪可能有真的 就我反而是觉得他全是为了娱乐吗 不是啊 所以说这不是最好的观众 训讨一下 因为我们还是想表达一些东西的 就是事呢 都是真事 就是或者说八九成都是真事 就是有自己润色的这部分在 然后 而且是我们想通过这个事情 表达一些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价值观的 不希望你把它当成假的 当成假的就枉费我们这个心思了 对对对 因为我 我演员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要是骂我们 我就说端子 别当真 但如果你要说这个端子好 这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好话坏话 都是你一人说了 身段非常灵活 这就是他的空间 他非常有意思 就一正一邪 一装一邪 这个非常有意思 主要是装 不是 我跟你们讲这种角色的这个转换啊 但是我没有什么学问 我就是说偶尔那天呢 我看着一个老师讲这个事说新语 事说新语呢 就是说东晋那个时候 咱们不讲名士风流吗 一个老范和一个小王 老范呢岁数大 官小 小王呢是岁数小的就职位 这个大 他们要去拜访一个人 然后就说 您年长 您您您您您您您在前头 您前头走 是吧 那个人说 不行 您这职位高啊 您您应该在前走 俩人你看 互相前让 很有理 但是这个最后呢 就就终于是老范在前面走了 然后这个一这么走呢 小王后边 马上改调侃 他就说啊 这个你看那杨谷子 都是那个糟糠在前面 然后这个老范反应非常快 老范说 你看那个 那个淘金啊 都是把沙子淘在最后啊 你想想当时他们人之间的这种 他就是 礼仪也讲 但是他又不拘泥于这个礼法 啪 马上他就跳 我觉得这种人生态度 有点像脱口秀演员 是 但他俩的智商对等够 而且关系说得着 是 而且在脱口秀里面 其实你要不然就是老范 要不然就是小王 脱口秀其实没办法站在台上 讲一个 纯讲一个老范跟小王 那个故事上 跟自己什么关系都没有 其实我觉得 好说得罪别人的时候 就你觉得这一切 是在一个安全距离 但有的人 其实早已经睡在你家 在那个走廊或者门口了 你只是在自己家门口 走一走都踩着他了 你们觉得 得罪到这个人的时候怎么办 是下次我就要校正这个距离 就这句话不说 免得再有一个 这样容易被得罪的人呢 还是不管 对我来说不管 你下次躺我门口 我还踩你 反正我正常出门 我的理论是一样 我肯定不会 跑到你家去踩你 对不对 就这是我的这个底线 但你躺我家门口了 我一样就照样踩你 就我的底线 和我的界线 画清楚 对吧 你跑过来 在我这 那我下次还用一样的家族观 去处理 其实就好了 那否则的话 大家都躺我这门口 我还出不出门了 我还生不生火 对你要为每个人 都修正一下 你就啥也没有了 其实你看 我觉得中国的脱口秀 它慢慢的 它就有了中国文化的味道 就说实在话 咱们国家 我能怎么说呢 还不能说是一个 在文化上 特别随便的一个国家 还是要想保守一点 对吧 所以你像 你像西方那有的脱口秀 那个 他玩的就是犯计 他玩的就是冒犯 他甚至公然跟你冒犯 他到哪一演出 当地电台电视台都骂他 但是他还偏偏 这就是我 这是我人设了 对吧 他也弄出一种 挺勇的 我觉得 但是你看 咱们国家这个 我发现基本上 倒是咱们还是温良恭敬让 对吧 非常温柔敦厚 三种死得脱口秀 传统道德要跟手 对 你冒犯谁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 我觉得是为了观众 可以滴到尘埃里 对吗 就是还是在这里面 找到一些坚持吧 比如像护兰讲 其实就是自己的坚持 你坚持什么呢 我坚持的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只要没违背 我自己的良心 我说的这个话 这个调侃可能是夸张的 但是我这个角度本身 确实是我想说的 那我就不太会 为了观众而改变 就比如说实际上 你也不仅仅是为了笑 就是你也是希望笑之外呢 实际是你有点想对大家说的话 你想通过这个讲出来 笑很难单独拆开 说我这块就是价值观 我这块就是笑 哪个哪块 这个段子 这块负责笑 这块负责输出 对对对 没有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 我讲了一个非常 戳破的一个东西 所有人都知道 但所有人平时不说 心照不宣 但是我在台上把它戳破了 那个泡泡 大家就会 哇 这他也说 真是 戳破了 意义就在那了 对 就是那个笑 其实不是那么正等的样东西 那个波格森 那个笑之研究在说 笑源于对立和敌意 就是你这么做事 我不这么做事 咱俩是对立的 我用笑来概括 丈量咱俩之间的这个差距 就才会说出这个笑的 笑不是为了我们彼此更一样 是为了强调我们的不一样的东西 但其实我还是有些不认同 因为刚开始前些年 我们在说这个脱口秀的时候 很多人 周老板知道 就为了写脱口秀 他要找一个东西 叫负面情绪 就是我看什么不对劲 你比如说我就说 斜火 别过斜火上开 就是我来看 我就戴着一个观察的眼睛就来了 然后我就回去说 我说哎呀 来个节目 这富庸风雅 这点香什么之类的 这就算是一种负面情绪 但在我看来 有的时候这是一种 找茬 甚至是为富心思强说仇 就没必要 我们其实你本来就是做喜剧的 然后你本来就是应该 乐乐呵呵的去看这个世界 就为何是 带着一个挑刺的眼睛 去看这些东西 然后回来拧波的 给他写成一个段子 后来慢慢的 我就觉得好像不是 其实你是可以跟观众站在一起 站在一条线上 不是说我们中间有距离 同时把好笑的东西给表达出来 如果你非要站在他对立面上 才能表达 就是水准不够 我觉得 对 那我对周老板还有个问题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想学脱口秀 是 对不对 你们这太火了 好多人想把这个当终身职业呢 通常我们讲你的性格 感觉好像猛一看不像是典型的 玩脱口秀的 对很挺不典型的 那你当时是怎么着 就是觉得 一见着脱口秀发现这是你的终身事业 我这一点就是很幸运 就感觉我是看了一场演出 线上的国外演员的专场 宋飞 对宋飞 做功课 这主持人下回再用 水平还可以 不是做功课 我也爱看宋飞 是吗 我当年 这二十多年前了 宋飞正传 看了所有的 我很喜欢宋飞 老戏 所以你看咱俩眼睛火花 火花 接着接着 对所以我当时看他的演出 就 我当时看哭了 看喜剧演出 看哭了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宋飞表演完 谢沐 大家哈 站起来给他鼓掌 他在台上那种 哎呦 我当时哭是因为啥呢 就是 就觉得 天呐 这样的人生多好呀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你说我为啥要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看完以后 我觉得 就是我想要 所以为啥说我幸运 很多人 很难 有这个时刻 你看经常有那个成功学的人 就跟这个学生们讲 你一定要找你自己 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但可能站起来 学生说 我不知道我喜欢做什么 甚至有的 学生可能说 我都喜欢睡觉 喜欢不上班 行吗 那 你看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 就觉得 很迷茫 有啊 我在那看到 比如这样的演出之前 决定做脱口秀之前 就是这样迷茫 就是你不知道 人生该干点什么 意义在那 那你对很多现在 可能有同样这种 感觉的这个人 你有什么话说呢 嗯 哎呀 这个好像挺难的 就是感觉像给 有些人可能一辈子 就是这样 就是反正就是晃悠着活呗 你要问他 真的 我现在发现好几个人 我就问他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 这是真的吗 我曾经也很好奇 就是我那个时候 因为做了脱口秀以后嘛 我就有一种自己的偏见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呢 你生来呢 肯定有一个事特别吸引你 你一定有一个梦想 那你为什么没做呢 你没找到 你怎么可能没有呢 所以后来我有的时候 跟朋友聊 发现他就是 您刚才说的一个状态 我真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我下班以后 就想回家躺着呀 刷刷手机 我真的没有任何的 想要发展我的什么 某个事业什么的 我那个时候他意识到 哦 原来这个可能是常态 我是幸运的 找到这个东西 就是有人可能也是 看宋飞非常高兴 在那一年他75岁 我真想现成这个事业 我就是啊 就你什么时候看到 很重要 我就是啊 我那么爱看宋飞 我也没有变成一个脱口秀演员了 就是他就是消费者 所以那天有一个90后的跟我说 我发现他说的挺逗的 我说你看我吧 我说其实呢 我这个干活主要是为了谋生嘛 我说我真的是一个 你就是说你看我看书 但是我完全也没有什么欲望写书 当然咱也写不出来 我说你这个 你比如说我喜欢看电影 但我不喜欢拍电影 对吧 我喜欢听音乐 我根本不懂做音乐 对吧 然后你看这90后接的可好了 他说书咱俩一样 咱们这叫消费型 其实消费型是大多数 我后来想 大多数人做着一份谋生的工作 他不就是享受你们提供的文化产品 你们就是卧土啊 他们不过是一些花花草草 不是我们是给他们买单的人 对啊 就是没有你们生长草 没有君子不养义人吗 但其实我第一次说头 就甚至是说了好长时间之后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没觉得这是一个我终身的事业 就一开始的时候 你跟他也感觉不太一样 感觉不太一样 就是我一开始说 就是闲暇的时候 我看完之后觉得自己能说 那上去说 上去说完之后 那段时间能坚持下来 就是因为虚荣 就是大家觉得你说的好 观众开心 然后你觉得享受这个掌声 你说我明天还想再来 我还想再听一听这个掌声 其实主要是这样 一直到很长时间 甚至到了去年 我都觉得说这就是一份工作 就是一个 这个其实是互联网公司 就现在很多年前养成了习惯 就是觉得说 我就觉得我互联网能干得好 代码写得好 说我能干脱口秀 我干几年 我可能那个也干得好 但就最近这一年 我开始觉得说 我好像就注定要说脱口秀了 或者说我只能干这个事情 或者说我只想干这个事情 所以说他也不是说你 是什么因素 是什么因素让你有了这个感觉 钱多了 没有 确实比本职工作要强一些 比在公司强 你让我再想一个其他理由 想一个其他理由 想一个 我是有价值观的 对 我真的就是觉得说我站在舞台上去说这个事情比我干所有的其他的事情能创造的价值就都大很多 然后 什么价值 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社会价值和我自己想要表达的这个想要承载的这个价值和你的快感的价值 快感的价值其实是就是不是我前面说的那个我去享受这个掌声 其实这个是次要的 这是次要的 但它作为一个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出口 就是说我难受我郁闷我想到什么 我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说给这么多人听 然后如果说说完之后还有一部分人能理解我的痛苦 而又映照到了他们自己的痛苦和苦难里面去 这个就再开心不过了 这是我也在好多地方说 就是说完之后后来慢慢发现我会收到私信 说我生病的时候 我最难的时候 或者我各种各种最低落的时候 听了你们的那个脱口秀 治好了我什么什么 这个你就觉得说 那我好像干其他的事情都达不成这么一样的一个目标 我说那我还是好像应该注定要干这个事情 那就好好去干这个事情 这是什么 要句大词啊 使命感开始产生了 但一开始没有 你后半辈子要辛苦了 哎呀真的是 你看人到一定程度 开始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各种原因 他最后当然意识到众人的时候 这个回馈我觉得是很甜美的 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是个漂浮物 但人家认定你是游泳圈 或者发现 哎我真是能够让别人不淹到这个 不沉到这个海里的东西 原来讲的是小城脱口秀 现在是大城脱口秀 之前只度自己 将来还得下乡 对吧那才叫使命 不是有一个问题 这种表演呢 很多人做脱口秀 我觉得难以克服的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呢 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你表演一场 我见你说过一次 说表演一场 没成功 凉了 对 这个憋了一口气啊 这口气呢 一直得到下一次成功的演出 才能找回来 是 那得多痛苦啊 但还行 这已经算不痛苦的了 其实因为他的反馈 已经足够的及时 那这么想想看 一个运动员奥运会 要是没跑好 四年 他得等四年啊 下次又出现什么事 临时受伤 就没了 这个竞技术就没了 我们还能说 很快 观众笑就是笑 不笑就是不笑 你可以赶快改 改好了之后 赶快到下一场 笑了 哎 舒坦了 我记得我有一次 我在上海那个山阳开宫门 我那次去忽兰 那次就是讲得很不顺的一次 就我看到他所有情绪 就是没完全讲完的一次 就那次我其实 我就很开心 就开心就在于说 不是像那个节目结果的 剪出什么 就等于说你 我觉得是什么 就像你去中国现代文学馆 你看着鲁迅矛顿的手稿 他也写错别字 这滑了一片 然后再写 就你看着他那个手稿的状态 就是他打磨一个段子 是那个标子 因为周期末 我看他就是专场了 他专场就是成功状态 就是完成那个 没有那个打磨那个状态 所以开放Y还是好玩 是